近来以黑帮为主题的网络游戏在一些网站公然流行 猫扑王等网页游戏公司打摄黄摄黑擦边球 推出一些充满暴力内容低俗的黑帮游戏 这些游戏以江湖黑社会黑手等等黑帮情节为主要题材 渲染血腥暴力严重威胁扭曲社会的法治和道德规范 此话说重瓜得瓜重奏折斗 对于未成年的孩子们来说 网络世界是他们认识真实世界的一个范本 开始是偷手机啊 然后再后来就是砍人啊 再后来抢车啊 就一些杨费的经历是不同 赚你的经验和金钱也不同 这个游戏跟家游戏是什么 做出的我想死 对 最近一段时间国内国家网站相继推出这类黑帮主题游戏 帮助玩家体验江湖拼杀 感受和黑帮电影里的大哥一样的威风 这款游戏有火拼卸斗招募手下 故兴杀人 接受追杀令 作案等好几种玩法 点击进入作案游戏 玩家可以雇用马仔在赌场里多受药丸 可以让贼来偷银行 可以让走私者将私酒走私到世界各地 也可以雇用所谓的地体流氓向人敲诈钱财 这款名叫帝国争霸的游戏 是记者在千项游戏网发现的 他主打的这幅广告画面上是一个赤裸后背流着眼泪的女子 背上是一道道被鞭子抽过的泄痕 他的广告词更是触目惊心 抓获女奴隶选择不同折磨方式 下面几个按钮分别对应着拿鞭子抽 关小黑屋 拿蜡毒滴 灌辣椒水等几种酷刑 以黑帮黑社会 黑手党 江湖 教父 古货仔等为主要题材 突出表现黑社会 打杀 抢 奸 骗等反社会行为 渲染血腥暴力 鼓动教唆游戏用户 在游戏中扮演黑社会成员 赞美黑社会生活 严重威胁扭曲社会的法治和道德规范 给七少年尚未成熟的世界观 带来极大混乱 进而影响他们的身心健康成长 尤其令很多家长担心的是 这种游戏没有年龄的限制 未成年人也可以随意点击进度游戏 如果孩子们经常玩类似这样的一些网络游戏 他就会把现实生活与虚拟世界混淆起来 在这个游戏中 他可以打打杀杀 可以骂人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 这些都是不允许的 如果孩子们总是把这些信息接受过来 久而久之 他就会觉得这些都是很正常 他就是把黑白颠倒了 比如说可能他会歌颂一些个黑帮 黑市里面的老大 他把它说成是义气 是吧 他把那些个坏的东西 他会把它说成好的东西 黑的东西说成白的东西 实际上在童年时代 人们在玩的过程中 说游戏既为学习 那么刚刚他从小呢 学的是暴力 可能受的是阴暗力 那么他大了以后呢 就是耳濡目染呢 习惯成自然 那么可能呢 他就会一步一步炫导犯罪的 日前文化部正式下发通知 认为这一类游戏违反了 互联网文化管理战刑规定 必须依法禁止和查处 本身的游戏内容是反社会的 特别是黑帮游戏中 把把抢烧尖 等这样一个反社会的 这样一个行为 对于我们社会的法律和道德 是进行的挑战 所以在任何社会 或任何国家 应该都不允许 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今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 执行死刑的命令 将河北省最大一起 涉黑案的主犯张宝毅 高岳辉 何丕东等7名罪犯执行死刑 此案的涉案人员达到98名 1997年以来 被告人张宝毅等 在河北省石家庄市 先后设立了天河托运站等经济实体 拒拢了一批社会闲散人员 被劳动教养人员 刑满释放人员和犯罪再逃人员 自2003年2月起 张宝毅和被告人 高岳辉 何丕东等 逐步形成以张宝毅为首的 较稳定的犯罪组织 该组织人畜众多 有明确的组织者 领导者 他们采取威胁扣车等不正当手段 强行收取保护费 该组织以暴力威胁等手段 大肆组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 涉及故意杀人 故意伤害 聚众斗殴 寻衅滋事 敲诈勒索 虚报注册资本 非法持有枪支 非法买卖枪支 诽谤 赌博 抢劫 盗窃 窝藏等犯罪行为 和其他违法行为 核准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对张宝毅 高岳辉 何丕东等7名被告人的死刑判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下面呢 我将要介绍一位嘉宾上场 这位嘉宾呢 他是从刑场上走下来的 他的汇报是一堂生动的法治教育课 这位嘉宾呢 这个悲惨的一生悲惨的遭遇 都可以证明 不学习传统文化 不学习地主规 就不会有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从而呢 会导致他自己悲惨的一生 也会伤害家庭 危害社会 这位嘉宾呢 今年50岁 竟然在监狱里待了20多年 身上呢 中了40多刀 缝了300亿针 40大角度 险些藏命 这位嘉宾是谁呢 就是我的二哥 有请我二哥向他 你好二哥 那么站在我身边的呢 就是康金丽老师 我们亲切的呢 称呼他为康二哥 那康二哥呢 马上就要为我们做一场 这个非常生动精彩的法治课 他呢 是刚刚参加我们团队的老师 也就 也就两三次吧 上台也就刚刚两三次 一场这个 在腐顺的传统文化论坛 就是一个 就是像康二哥这样 今年已经50岁的人回头了 那我们呢 下面就聆听他 为大家说一下他的经历 谢谢在座的各位观众老师 谢谢省市的各地领导 给我提供这个 忏悔和帮助他人的这么一种机会 谢谢 辽宁省府省市人 50岁 60年生人 叫康金丽 50天前 也就是说 9月23号之前 我的职业是 地下囚警队的智慧 作为在座老师 在最近的报纸 经常看到这个 特有实习的名声 这个名词 说白了吧 不是走正道的 50天之后 在今天呢 我的工作是义工 谢谢 追随古宋先贤的足迹 愿意把毕生的经历 奉献给传统文化 也绝不会变 追求传统文化 因为传统文化 才是我等追求的 这个最美好的 最幸福的人生目标 我们上小学的时候 没有这些传统文化 文化的教育 这个课程是没有的 因为打倒的 就是卢教宝 我记得 批林批孔 就指着孔子 批判他 这个年代 怎么能 学他的中心呢 是吧 我记忆没错的话呢 可能我们辅助是有一个 那个时候提倡 那个反潮流小将 有个叫杨盈的 可能北京 还有个叫黄帅的 他们都是非常出名 反老史 反传统文化 那老史要是能反的话 那父母 那自然要反嘛 很自然的 所以说 不孝 而对老史的不敬 成为一种时尚 我呢 就是在这种 环境中 长到二十岁的 我也不知道 怎么搞的 就是稀疗忽疗 就是走向了一条不轨路 假如说 上学的时候 老史 臭我变腊 我臭他也不透露 既然不透露 那就是 拉开距离吧 你不让我上 讨厌 那个课堂 讨厌我 那我还不爱去 我就不去了 不去了 我组织一帮 所谓掏剧宝 掏东西的 还有掏宝的 我们几个小 挺着礼 待一期 我还挺得劲 咱们 从上学了 在社会 弄拿小钱花 一天 有的麻花的 七十年代 实际上有个 一块两块 拿牛 你家里头一看 哎呦 我这小子这么有钱 是能吃个小饼盘 拿到牛坏了 这样是多指引呢 干脆远离学校 我说呢 就是我 同时你这个 离学校远了 离社会就进了 离社会进了 你就是你周围的人 都是这些 所谓 原来的就是 小头小木 小牛盲 那么说 走向社会了 那么说 长大了 那就成 从小到大了呗 就把人家在一起 那么就说 大驾 这是必然的 逐渐的 资产了我的 一种什么 什么呢 就是说 现在人有一种 注意就是非常 都有宠物 喜欢猫 喜欢狗 有些喜欢 那个这个 不懂类型的吧 那个年代 我也喜欢 我喜欢什么呢 我喜欢庞幸 庞幸走这个步 我觉得特潇洒 横着走 包括他的这种 神态 我感到 包括他这种 神态 我搅着 这简直 太漂亮了 什么意思 就是说 俩人一走到的时候 或者说 在酒店 拿互相对眼的时候 那种 互相 谁也不服 意思是 眼神 说话 谁搞 谁理 这种感觉 我感到 哎哟 有意思 每当 这个 走到 公共厂 后边 前呼后用 右边 又是一个 女 女人的时候 用这种 眼神 一跟边 这一对视 对方 这一躲开 那我感到 太美妙 美妙极了 这就是什么呢 一种 不知道 善美 不知道 善恶 这么一种 你说 我们传统文化里头 日本和朝鲜 事情给人 鞠躬 九十度 不管黑社会 还是干什么 全是鞠躬 这是从我们中国 闯过去的 唐朝闯过去的 日本 韩国人是学的 我以前 五十天以前 我觉得 给谁鞠躬 那我简直笑 给我鞠躬 差不多 实际上 这是一种 非常健康 非常好的东西 为什么呢 首先 它对你健康 是要病嘛 你一天 鞠躬一百个躬 那你等一多年了 是吧 这是第一 第二 你给谁鞠躬 谁能 他谁能骂你 别人是他来找我 谈事来 二哥 我一看他给我鞠躬 说一下 我给他把面子 为啥呢 他敬我了 说这种美好的动力 在我们 土生先贤 早就有 传到今天 可是就在我们身边 我们应该的一种 以前我应该的是 可是 那给谁鞠躬 我简直笑话 是吧 看那个旁星 就是说我举的一例啊 就是说 我们呢 把这种好的 称为是坏的 把这个坏的 因为是光彩的 你看那旁星走路 横着走 我还挺羡慕 这就 时间一长 出事了 在社会上 养成一种什么的 就说 谁谈论我 我这肯定不关他宝 我谈论别人 可以 八八点 一个阴庭路上 创我一下 我回头瞅一眼 我说你怎么 你是找死不 他回头瞅我一眼 我说 哎呀我 你还瞅我一眼 人呢也没知识 走了 上去来 串我一刀 一刀就给我 堆倒了 堆倒了 我这一坐下 我就迷糊了 不到转地了 我那一睁眼 我就再走出台上 我肯定要 跟你走两步 否则的话 我也不够选手 是吧 八月份的时候呢 我跟这位 也喜欢走横路的 对手 相遇了 那叫 仇人相见 深渊眼红 是吧 我叫我上去 就连着堆他舞蹈 舞蹈堆倒的时候 他已经倒了 倒了 我已经走过去了 完了 我又回去了 我其实 我也得叫你彻底明白明白 你谈论我 是一直 我走横路 那是我喜欢 你跟我对着走 碰了我了 你得叫你 印象深点是吧 我又走 梦回去了 我又 这个人已经倒在地下 我要蹲着 我就顶在他身上 我又串两刀 而且我告诉他 我说你挺着啊 十分钟 二十分钟之后 在手续台上 我再跟你拦一旁 你现在 你现在 逮着 他瞅一瞅我 他还是用那种眼前 就是说 我瞅他 你是螃蟹眼前 他瞅我也螃蟹眼前 那一直告诉我 行 等着 过了没有 十分钟之后呢 消息传来了 我也不用上手续台了 淹死了 死了 死年了 说句实话 那个88年代 那时候 我也是29 去世 打打杀杀 那个时候 我已经走过社会 走了能有十多年了 经常拿到 传言 我也经常 哀喘 死人的事呢 在我的身边 没少发生 但是往我心里去 没有 总因为啥呢 没有那么 背 背 我拿到 向来都是有品 不是就那么背 而且呢 也不是说 人上来就长死 但是突然间 那天 我就感觉到 大乱落到 我脑袋上了 人真实的 坐到头了 怎么跑路 当离开府城市 那一刻的时候 我回头 看一看府城市 我想我什么时候 还能回来呢 我的家乡 我是否还真的 能回来 可能死在外地 那这样例子太多了 也可能 被击毙 也有可能 被工人 被捉拿归案之后 执行死刑 不管怎么说吧 这是那一瞬间当中 我是看到 家乡的最后一眼 真的 心里头也是 那个时候 我觉得好像不会 落泪 也不 只是心里头 酸酸 但是那个眼泪 没流过 也不会流 昨天跟 也是跟 觉得 最近这个眼泪 这么好掉眼泪 不知道 那个时候没有眼泪 就是就走了 就走了 你不受法律保护 本身你是逃犯 是吧 假如说 你丢了两万块钱 你明知道 这个人就在前面 他不是投 就是抢的 你说你怎么办 他抢你的人是伤的 你给人 对假 你一对傻 你根本对不了 打打不过 那你去报 你报人要问你了 你首先要报 你是哪儿的 我报 我是傻业犯 我是为了潜逃 那档事就扣起来 钱是要回来了 但肯定不给我 中共 我还得转抓到 所以说 欲损人不能报案 那就得受气 说再逃几点 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就这种滋味 我说的很简单 那诸位要是体会 挺痛苦挺难受的 另外一种 我有过几次那样的感觉 不是几次 是很多次 就是在进入睡眠 就是闭眼 和进入睡眠之后 这段时间 突然间一种感觉 什么呢 就是脑袋卡一声 什么灵魂 我一瞅 铺上躺一个人 眉心有一个洞 血 我看是我自己 那我就瞅到我自己了 我死了 我被打死了 打死了 这可能就叫那句话 叫灵魂出窍 这样的镜头 这样的图像 我经常有 也就是说 在淘气间 那种惊恐万状的日子 就是没一起过 它没有睡塔子的 吃饭 你永远不会吃得最香 人的过年过节 好的时候 你真幸福的 我们是最痛苦的时候 我们哪有假呀 有假不甘贵 所以说当刚刚抓到我的时候 拿枪顶住我 二弟你要动一下 我马上脑子给你打碎 我愁得乐了 我说我动啥呀 该吃该活就这么这儿 我想睡一觉 就那种感觉 就放松了 八斤链一被你挂上 意味着什么 你够死了 一定要强毙你 给我带的就是那种链 我一看 明白 那我 我肯定够死了 那这是要帮我 我才突然间 意识到 我没有几点活头了 要执行我 我们一起吃饭的人呢 经常有突然间 被管教喊出去 摸摸摸 就出去了 出去了 干什么去了 被执行死刑了 三十分钟 四十分钟以后 这个人已经到了 谷歌盒里头 被执行了 当时我就感觉到什么 我的处境是 我的生命是按天 来计算了 就像我作为 一起吃饭 被喊出去 死的 他喊出去了 什么 三十分钟 四十分钟之后 他就变成了什么的 他就到小匣里了 就是从 那就 什么 根据物质不灭定律 他 只是从一个人 变成了一个毁 他不是没有 他还在 只是形式变了 首先 拉出去 执行 一枪 打死 打死完了之后 变成尸体 到火箱厂 给你扫了 练了 练完之后 放骨灰盒里头 你家族领的是骨灰盒 不是尸体 你这个 我身边吃饭的人 除气三十分钟之后 只是从一个人 变成了一个 骨灰和尘埃 这就是物质不灭定律 我觉得 什么时候该轮到我呢 一个月以后 我开庭了 开庭了 给我的判决 下来的 是死刑 死刑 就是说 每一天 要想到的死 死是什么概念 什么含义 具体点说 就是 在这个人类上 你消失了 而且永远的消失 从形式上来看 人 尸体 骨灰 没有了 这就是死 那么你的亲人 永远没有了 这就是死 那么你想到这个时候 不由得想起了往事 小的时候 为什么不要听母亲的话 大人的话 好好学习 别打架了 也不是没打过日 打过日 人告诉我 回家 别犯了 当时难受的时候 也说 不犯了 不犯了 回家好好的 一出门就心事 我还得走我的庞性部 庞性部有意思啊 好啊 现在 就因为这个部 就结束生命了 那你说 假如说的 当时的话 要不走庞性部 就哪怕当个公民 到底也就不会有今天了 我当时才多少 才三十一岁 人难受 他不是说的动手术啊 哀悼这个难受 你不愿意死 人家却必须你得死 而且无话大王 强制给你打死 那种感觉是很痛苦的 不愿意也得去做 后悔后悔没有用 来不及了 就是在这种痛苦当中 过来 每一天最害怕的是什么呢 早上起来八点 到晚上四点 因为这个时间呢 是工作时间 法院随时随地来提 提谁 提我一定 给完判决的执行 如果 到四点以后 我就会感觉到 哎呀 深深呼一口气 还能活一天 早上八点的时候 那个心 一下提到脑门的顶上 不是上下 那简直就极度惊恐 就瞅着那门 那有的时候都打饭的来了 完了来了 一瞅实地打饭的 那惊恐万状 就在这种日子当中呢 这样 度过的每一天 每一小时 突然间有一天 管教 看我明 开通所的管教 不是法院的 给我送了一套西服 带塑料的 我一瞅 我还瞅着 我瞅着正愣神呢 我发现周围的人呢 用这种奇特的眼光看我 我一回头 我意识到了 明天 我要走了 明天要执行我了 明天要抢命我 同时又给我带了脚纱 一双鞋 据来的信 我们号里面 有四个死刑犯 算我在内 明天被执行 执行死刑 那明天在我们 辅导师东周去的 十二场俱乐部 开公卷大会 有我一个 另外还有我们号 我们号还有三人 这一宿我就 这一生 就这么的就结束了 还有几个小时 明天早上 这个 跟那个发警来的时候 我也就 物质不灭定律了 我想 哎呀 你说 我执行了之后 你说 那个温泉积淀 那个 旧老百姓 那个警察 或者解放军战士 人家死了 人家有个 广荣称号 国家也承认 人家孩子 母亲感到广荣 日本人在中国的时候 哪怕你土匪 跟日本对价 死了 现在又说 俺家老爷子 那是民族英雄 广荣 那我们什么回事 因为走旁边 打一架 夸杀 像一个枪毙 玩的时候 这无话大网 拿出去 挡一枪 冷了之后 拿了就会练了 人家一提 人家小孩 你爸怎么死 枪毙的 母亲说 你爸怎么死 枪毙的 第四个月里 得由上一心修 母亲的耻辱 主张蒙羞 孩子还小 五岁 那天我要知道 枪毙 我不打得好了 那天他不听话 我给了两片的 很货贵 跟妻子生活 再逃三年 一时钟才生活 两年半 我这两个弟弟 我一共三个弟弟 那两个弟弟 还活着的时候 也有很多事情 我还没有 不愿意啊 不愿意 那个时候 真是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应 你有 你茶次 你都难谁 看上去 你还能跑得出去吗 建国以来 中国政大地方 听说哪个看上去 跑出去了 跑出去了 也抓回来 那就等着死吧 死就死吧 没有办法 当时 我翻盗里头 有了我 师弟的一个 诀别书 我师弟说的 二哥 我们已经 尽全力了 如果可能的话 二哥 兄弟替你一死 你回来 兄弟替你 蹦 我不太 不太犹豫了 二哥 法律不允许啊 希望你二哥 明天早的时候呢 给老康的 别丢脸 我提着 一种减肥书写的 是 亲爱的 我现在 记得很清楚 我爱你 我舍不得 离开你 没能 挽救了 你的生命 我不能 到现在 我不能原谅 我自己 我真舍不得你 你放心 孩子我会培养大 培养好 你无牵挂得 走吧 孩子 这些事情都料理完了之后 又行 走就走吧 你已经 法律上已经定下来了 知情令都下来了 想了一宿 那一宿 不知道怎么过得那么快 这一瞬间好像就到了天亮 天亮的时候呢 有的哥们说 二哥 你拧走了 你喜欢唱净剧 给大伙唱两段吧 我说 那来一段 我一起 左楼也死了 也没机会了 我给大伙来了两句 什么的 那个 扇兴军的索武龙 没等唱两句 发酒来了 我一瞅 喊我名 我一瞅 四个 一米八五 以上大个 全是秘境 白手套 这个风口都记着 我一瞅 我明白了 这个叫法院工作 都知道 这叫执行厅 执行 执行死刑犯的人 就是他们 我好吧 头一天晚上呢 有那么一个人犯呢 跟我是 这个 在一起住 他姓 管他叫张婶 他是因为杀他的生母 他母亲呢 叫他给杀了 杀了呢 我们 我在那 正在思考 看义务的时候 我突然间瞅着一眼 他也瞅我一眼 我其实 我这个饿到极点了 你看他杀他嘛 他能夺活一天 我就得 我得闲死 当时 如果平时我有闲心呢 就这小子 我就安排他一旁 平时我们也老拙进他 那天我没有嫌弃 我瞅着一天就过去了 我瞅着一眼 我说地下再见 那意思啥意思呢 到地狱了 我在哨子你瞅我这一眼 你还敢干过队一样 你还敢过队一样 完了第二天一喊 这不就四个人吗 头一开始喊 母母母 第一 母母第二 母母第三 喊到第四个呢 喊的不是我 给谁 给杀他骂的 就喊出去了 完了之后 我说 他这个人都走了 发警都走了 我在那等着 我把衣服都穿好了 里头交叉 外面戏服 他都走了 我就走好几步了 我就喊 我发警 我说不对 不是说有我一个吗 怎么的呢 我那发警 走回来了 瞅我半天 说你 是挺着急死 是不是 我就瞅了半天 我说 完了就过去了 过去的这些老半天 就是说 大家都恢复正常之后 我也这句话吧 就是证明什么呢 我已经梦了 崩溃到极点 就不知道自己说啥了 实际上呢 都是这样 在那个时候 基本都是 那你瞅 那个表面上 那是假的 你瞅 仔细瞅 比哭动难看 我也是一样 究竟我 稀里糊涂的 没拉了 没死了 没崩了 一直活到现在 我现在 我也不知道 什么原因 什么原因 有可能是一个原因 啥呢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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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我啊 留我一条命 叫我给大家 说一说 我这些事 可能对 有些人有保护 可能干那个的 对不起 做事 地死归 做好中国人 您正在收看的是 大型公益纪录片 中华传统文化论坛 特别节目 圣贤教育 改变命运 当时情况是这样 我去上一个地方办事 那地方贴了个报告 写着 某年某月某日 要召开公判大会 对于 康尼利 我二个叫康尼利 还有几位 另三位 执行公判 我当时脑袋 我就嗡一下了 完了 因为当时我知道 已经判了死刑 医生已经判死刑了 再开公了 我就意味着墙壁 完了 这不 二哥 我们进行一切的努力 都白费了 要死了 意味着什么 我妈妈心里难受 我二嫂 那个 当然了 那就痛苦一声 还有年幼的孩子 当时才五岁啊 我们哥们因为当时都很团结在一起 都很二三十岁 王二哥对我们都很照顾 体贴 感情很深 所以说我们都全力以赴 完了 怎么办 你回家之后 我就告诉上 那时候 那个报告贴完 还有几天 还有四天 其中有一个礼拜天 不像现在有大礼拜 那时候没有大礼拜 我就告诉我妈 告诉我二嫂 告诉我大哥 当时咱家人全就 完了 惊恐万费 当时心就 我妈就是不停地祷告 我二嫂哭 我当时啊 我心非常难受 我也想啊 我妈 这白发人 从黑发人 我二嫂 中年这个丈夫 你要有病死的也行 被枪毙了 他都抬不起头来 尤其孩子 说实在 孩子是最难受的 以后永远顶了一个枕头眼 你不停被 因为杀人被枪毙了 是一个孤立啊 据说啊 这样的死 咱们在远古啊 这个以前呢 都不能入祖坟呢 像这种的情况 因为罪犯人法院 已经有始法解释了 就这种情况 对方要过错的 造成重伤的 可以不判死刑 我们当时 中法院长 这个人很好 这非常好 救人一命啊 当时他就宣布 同个人 刚好我们这个 战缓执行 战缓执行 不是不执行啊 还是死刑啊 不一定哪天死啊 这样呢 我们 我们就松了一口气 但是也不知道啊 不知道是 不知道他是真死假死 能不能死啊 只是这么说啊 没有 也没有一个判决 这个事谁敢相信呢 怎么办呢 还造就 通过王二嫂 把他的那个 这个 临行前的衣服 东西 全给送到了 看守所 并且写了遗书 决别书 王二嫂 我四弟 包括我都写了 我五弟都写了 第二天 几辆警车 开过来了 我们的心很紧张 当时 看 那里丑 一看 查人 一 二 三 一查 第四个 没有 没有我二哥 但是 我二嫂说 不可能 一直在开桌桌里 被执行枪决了 可那里枪毙 他就这么认为啊 我们大家 我说不能吧 公办会 公办会 他不能 他为啥呀 甚至 想到 我二哥可能自查 在里边 因为五脸 那样人枪毙 那他 退上刑场 跪在那地方 那法警造脑了 一枪 脑袋打个眼 脑浆出来 一头砸在坑里 那场景很恐怖的 那白眼套 那法警戴大蜜镜 我们也常看着 非常深淫 我们那个法警队长 跟我们吃饭的时候就说 喝完酒就说 朋友 你见过杀人场吗 我的妈 他那种话 我当时都很震惊 他就喝多了 就是那种老枪毙人 我的大哥 喝了不少酒 我当时天下小眼 我的弟弟一声枪响 结束了生命 没了 没了 当时啊 那种悲痛啊 因为我们哥们感觉非常好 当他听说 没有被执行枪劫的时候 他根本不相信 他说一定是 他也那么认为 一定在开手里执行完了 不相信 知道后来 第二天 我们着急 同个人传了下来 确实没有被奖励 这时候我们才心 放了一口气 但他还没有完 因为他是怕了死刑 要执行的 什么执行不一定 后来啊 还有两次 都要执行死刑 这我二哥的命大呀 因为死刑有执行令 那个中法 谁是可以提出 跟你枪毙了 执行上就在 他的执行厅 那个厅长办公室里 放 支挡的院长 一声六下 脑袋扮下 说明啊 这个 这里啊 这里可能有 什么一个姻缘在 真的 可能啊 我觉得 我可能就是 我二哥 因为我二哥比较孝心 比较义气 而且他那个事情 还是有些前因 当时啊 就是 确实是我们 主唱因德庇护 是我二哥留到现在 就是想啊 我想啊 就是为了 给他 以他的现身说法 以他的人生经历 来教育更多的人 不要走这条路 我想这个用意 真是 谢谢大家 极善之家 必有余庆 极不善之家 必有余阳 我可能是主上有德呀 谢谢大家 当执行令下来的时候 这个不是死刑了 就是头肩改造了 我终于放了一口气 把死刑料子摘了 回头看看这帮死刑犯 罗伍余庆的说 在家了 我活了 离开开刑所的那一瞬间 我一瞅开刑所这个建筑形状 我一瞅 我们府中开刑所 那个叫十字楼 正是通往地狱里之门 我当时有种地感激党 感谢政府的不杀之恩 当时我想 只要我能活着 不出监狱 一辈子不出监狱 我也干 不枪毙就可以了 是这样 我很高兴地到了监狱 可是人的心 情绪是会变的 在监狱这一去呢 就是十六年 这十六个春秋 是怎么过来的 我自己也不清楚 反正就是过来了 人都说 你打阻难受 别打阻了 别进去了 那你问他 你说 难受在哪啊 有的时候吃的不好 有的时候累 有的时候失去自由 现在您叫我来说 到底难受在哪 我说实在的 我真说不清 你说到底难受 我说不清 那我只能表示一下 形容一下 就像我们中国的汉字一样 人 四周加个框 叫囚 囚犯的囚 难受 你就可以在这一个字上 体会到 要不说我们中国人感到光荣 感到幸运 就我们的文字 都跟其他文字不一样 你就看那个字吧 你能体会到这个难受到什么程度 人架上四个框 念求 找罪的是什么 找罪是我们家人 我十六年 按一个月规定一次算 我一次 结一次件一个月 那就一年十二次 那十年不就一百二十次吗 那十六年多少次 二百余次 母亲要看儿子上监狱 那可不是去给慰问去 是去给送惯怀的那种笑脸 你到监狱去看人 那是什么脸呢 我们当儿女的叫老人 这样 孩子 妻子 怎么办呢 有钱的去看你 那没有钱的怎么办 妻子领着孩子在家过生活 有很多犯人一回来的时候 老婆都给你了 我宰了他 我就叫他 你说的话 你凭什么宰人家 人家怎么活的不 别说没什么 有什么 理所当 你我们招惨的 是不是 你不愿意活吗 你跟其他人玩横步行 自己孩子 自己老婆 他得活的吧 他得上学吧 我说 我们犯罪啊 是家人造罪 真是这样 就这样的 我十六个存疚 九一年入法 前年零七年 我回来了 释放了 回来之后呢 进去的时候 我三十二岁 出来的时候 四十几岁 进去的时候 头发黑 出来的时候 头白了 回到我原来的住处 已经人去楼宫了 原来是平凡了 现在变成楼房了 我的孩子五岁 回来的时候 二十二十岁 大姑娘了 那种 人老的时候 感觉那种 就是大事已去 那种 油言而生 悲冲重来 不好受 曾经 我们 算再逃呢 加上 服刑十六年 三年 是十九年 十九年前 我们在这个地方 是什么样 十五年后 我们今年 看到了 家里 又是什么样 我感觉到 心里酸酸的 去了墓地 看了我的 我的两个弟弟啊 这个是我三弟 还有四弟和五弟 他们已经不在掩饰了 到墓地 看了我四弟的五弟的照片 墓上 假如有来生 四弟 我希望我们 还是一乃重跑 假如有来生 我希望 哥哥能替你 去 掀死 你活在后面 假如有来生 我愿意 把 你对我的好 我要还给你 让你去 想几天府 假如有来生 我要把 您 照过的苦难 二恶 全部承受到 自己是 要你 四弟 哪怕要 想一年的福 我都甘心 四弟 二哥 想你 你如果有灵 给二哥 多托起了吗 对不起啊 对不起 每当我 想到这的时候 我都很不能自控 目的到夜晚的时候 是那么近 我一个人 拿瓶酒 喝了几口 我不愿意 别人去 陪我 这种事态 在我们 道人员来说 挺犯忌讳的 挺不爱看 你没事 老苦什么 但是我愿意 陪我弟弟 坐坐一会儿 回到现实来 我得活着 我得生存着 是吧 我和其他两道人员一样 我们没有收入 我怎么 我要走我的老路了 我知道 我再走一次 再来一场 那政府不会再咬我了 同时 一个案子 人判十五年 我肯定要处以执行的 因为我的前客 很重 从小就业 那叫道嘛 我就不走人道 鬼道 地狱道 处子道 我全走 就还走我一道 就是 前年 零七年 我放的 零八年呢 我做了几件 我比较娴熟的事 例如说 嘎 给耳朵 嘎了 为了几千块钱 因为一句话 我给鼻梁 那个打个粉碎 辛苦 这个 因为 几万块钱 我也是 让人给弄到 手术台上一次 虽然短短的 两个年多 就是这样生活 是吧 可是呢 那叫 不义之财 不义而非 得不配位 我挣了 几十万 可是去年呢 也不知道怎么的 这钱就没了 我还欠了几十万 所以说 挣准备一些 我在 一定筹划 组织好 准备再来一场 我 昨天我也这么回事了 这不 我那不可能挂大白 打工 生活 我就是哪怕过上 一年两年 像严厉日子 我也不摆大座 我也堆得起这把人 干嘛 涨一场 在这个时候呢 我遇到了 我一个老朋友 这个朋友也曾经 是我的弟兄 现在是我的老总 我也称他为 启蒙老师 他我们偶然间谈话 他说 这样二哥 因为他在外地 发展 偶然今年才看到 在五十天之前 两个月吧 他说我们谈话 他说 二哥这么 我要求你一件事 如果你做了 就可以了 我因为他好啊 我出于礼貌 我说行 我说在府顺呢 九月二十三号 有一个传统文化论坛 你参加 就可以了 我说你去 我说去啊 我说那我稀里话的 你要不去吧 我就打你 我就不去了 同我我就说去了 你要去了 那我就跟你去呗 我一去 头一天 我觉得是给面子 礼貌嘛 不一定 我不愿意去 尤其是跟我弟弟 坐在一个 这个信仰 这个 这个 我们就是 两把回事 包括我母亲 倒是两把回事 九月二十四号那天 是胡彬老师 所忏悔 突然间他讲了一个 我突然间就感觉到 哎呀 你说你号名也好 赚钱也好 你还用这么费劲吗 差点长死 给自己 身上 给我身上长的 缝了多少阵 缝了四百来阵 加起六十多厨长 我们一汇报完之后 监狱的犯人 站起来鼓掌 拉着我的手就对我说 我要是知道 有这条路 我干嘛 还进监狱 我也不知道 我之前我也不知道 有这么一条路可走 我现在看到 大街上还在抢 还在偷 那些人员 我就特别想对他们说 我说你累不累啊 你还用得着去偷 用得着去抢吗 我看到监狱 那些贩子都跟我差不多大 那些服刑人员 就跟我的兄弟姐妹一样 我看到他们特别可怜 你说多冤枉 冤枉死了 你抢个几十块钱 还给你判几年 你就不知道 你做好人 你能挣几十万 能挣几百万 这就是中国古人讲的 太有道理了 小人冤枉做小人 君子乐得做君子 你做好人 你越来越 从那以后我就发 哎呀 我就发现 原来钱不是最重要的 原来钱买不到的东西太多了 我说做好人 原来这么幸福啊 还这么快乐 你说我母亲 那叫身有赏 一亲有 你说没神 我妈 我是肉皮疼 我妈妈心疼啊 我一发现我 你说我要不下地狱 谁下地狱啊 我不笑啊 母亲这么大 五十岁 我母亲做什么了 给母亲带来的 胡斌老师的一戏话 叫我突然动入到什么 你只要做好事 什么 对人有力的是 像他上敬老院做事啊 无偿还的去做好事 断恶 首先断恶 不要做恶事 什么叫恶事 不是散忘恶 你抽烟 他倒是恶事 你对妻子不好 也是恶事 你说话不礼貌 这倒是恶事 你断恶 你行善 工作能来 你还能发财 我们是 犯蒙倒动的去 抢钱 去那么非法去弄钱 这是正好想法呢 如果用这种 这个传统文化会告诉我什么呢 我有个美好幸福的人生 用不着再去坐牢了 再打打杀杀了 追求钱 追求 追求名 干什么 再说到我们团队里头 有几位亿万富王 包括我们的招容 他们为什么把钱给别人 他们去 为什么 那是幸福啊 一种追求上的 精神上的幸福 那才是真正的幸福 那叫什么 你爱人才是幸福 就等于你爱情 你这样一条路 我真是感谢我们 是中文 我是感谢我们古城县县 他会叫我们什么 叫我们得到一个美好的人生 幸福的人生 远离载祸 谢谢 我敢说 我的俩弟弟 他绝对是 正宗社会人 否则是一般人都知道 姓康 叫康 大写的是康字 包括我老弟弟 包括沈阳寺的刘勇 这些人 他们都不愿意死 只是当时他不明白 这次往死亡路里走 他觉得那挺好呢 欺读也好啊 当大哥也好 这是美好的 像我指的 我瞅旁 他这多名后来 实际上往死路走 这叫什么 这叫真假部分 是非部分颠倒 不懂 如果这些人要是懂了 包括段氏 他还要意识到 这样是一条死路 他要知道 现在传统人画这么好 我敢说 他们做的比我还要好 都非常优秀 只是他们误入几土 不知道 所以说我觉得 谢谢大家 那么一 所以我说什么呢 就是说 我当时想到 我那句话 我想到了一句话 赵文道 虚实遮议 早上听到好事 晚上我死 就实胜主意 虽然我五十 但是我知道了 我以前错了 我是错在哪儿了 我不是人呢 你不走人道 你不等于行驶走售吗 你给父母造成的都是痛苦 你对妻子 我跟我妻子 回来之后 我有个情人 自己有独居一时 什么都有 不回家 准备离婚 我再回头想一想 我还叫 别人都说 这小子挺义气 够哥们 我够什么义气 你想一想 林决别叔叔 那妻子那几句话 想一想 这十六年 每一个月 妻子的一百块钱 五十块钱 你知道在我那里头 可以说没有这一百五十 我回不来 我活不到今天 我怎么还能给离婚呢 我还是赢吗 讲什么意义吗 你说我的孩子 如果我孩子 如果不好 那是我的罪过呀 我不下地狱 谁下地狱 你说我 我还想挣钱 我还想成为千万百万 你说那可能吗 那得不配位 到时候给我整死 现在 我向大家说一句 我在六号的时候 定居于北京 我在府村的东西都已经全部处理掉 因为我要守孝 在我母亲面前 今生今世 如果 我宁可 一分钱不赚 我走 少大概 我挂大把 我干灵活 我不再走那种 原来的那条路了 我不走 为什么 为了我母亲 为了我的妻子 为了我的孩子 为了党这一次 不杀资人 我也向两劳释放人员 包括兄弟们 说上两句话 你们意义要尽孝 千万 不要当逆子 当逆子 你会给自己 死得很惨 你要当孝子 你会有福报的 第二 接人 淫乱之事 你要接 这是跟弟兄们说 第一 第二 艺术记者 是说 潜力 明啊 这不是幸福啊 你可千万知道 这是 错误这种思维 这是 因为为什么 我们走向死路了 我的寝递的 包括我哥们死不着 就是因为 他是非天堡 把恶的死亡的路 他因为是天堂啊 那么说 你要看到什么呢 幸福的路是什么 为别人好 为自己母亲好 为妻子好 为周围的人好 你就幸福了 而不是说 你有钱当大哥 走横路 那幸福 那绝不幸福 这第二句 第三句 我奉劝弟兄们 俩老爷 你们要学地质鬼 要信 只要你信 啊 如果敢说 生活上要有问题 有困难 你可以跟我 见个面 我们研究研究 我不敢说帮你啊 如果我真帮你 只要你信 传统文化地质鬼 只要你断恶 行善啊 如果我要能帮你 一点万分之一吗 你千万要感谢一个人 谁 我老总 赵邦航先生 现在我要 现在呢 我要向我老总 鞠躬 没有他的引路 那天告诉我 参加传统文化 我不可能找到 这个台上来 他救了我 救了我的全家 也救了我旗下的兄弟 我要向他敬礼 我还要向老子 所率领的团队 所到之处 正是拯救一人 拯救全家 拯救我们苦难的兄弟们 社会人 最造罪就社会人 他们挨着骂 造的罪 最后有点连死的都不得好死 把我们 我这个阶层的人救了 我敬他 最后有点 我要向被我害的人 害我 被我 死的那个人 我要向他谢罪 向他家属谢罪 我跟人什么仇啊 就那么一个碰痛 一句话 我就让残忍的杀了人家 人家也有母亲 也有孩子 我有罪 我要服 我要赎我的罪 谢谢 谢谢 我是中委 谢谢我们的古诚 谢谢 刚才拉了两句话 我真诚地向我伤害过的人 表示忏悔和 请罪 对不起你们 我 如果可能的话 我要对你们实行补偿 因为 我还要到 学校 或者监狱 去 讲 要教育 那一些 需要教育的人 我不怕 谢谢 我不怕 我个人的伤害 我不怕 我一点都不怕 因为我 惯了 我怕什么呢 我怕 那些需要我 帮助的人 他们得不到我的帮助 他们个人的一生 他们全家 或者是 他们会 我很难受的 我能 觉得能给他们带来福音 是这样 谢谢 我们现在啊 是在 东山 东山省啊 在辽宁省啊 我们来做这个传统文化论坛 那么像 康二哥 这样的 传统文化的老师啊 非常的难得 很多的观众呢 都呼吁 像他这样的人呢 能够走到学校里去 中学 大学 走到监狱里去 能救很多很多的人 真的是很多的观众认为 像这样的一个人 能盯一万名警察 这个 这样的行为是真正的爱国 真正的护国 真正的增加警力 我代表啊 所有的观众 所有天下的父母 还有所有那些需要啊 二哥上台 像二哥这样的人 浪子回头的人 放下屠刀 能够啊 走上传统文化 讲台 来来忏悔自己的罪过 来认罪的人啊 我们这些老师们 我们这些家长们 我们天下的 所有的父母官们 我在这代表他们呢 向所有啊 这些伤害过你们的人们 向你们呢 表示啊 最诚挚的感恩 谢谢你们 希望你们 希望你们能够宽恕他们 希望你们能够饶恕他们 我们的社会啊 我们千家万户 能得到这样的一位老师啊 太难得了 希望你们能够原谅他们 谢谢大家 那么去年在石家庄 河北省石家庄 老师那 做论坛的时候 一位警察统治 给我写了一封信 这样写 尊敬的康吉利老师 非常感恩您的汇报 我是一名警察 亲手抓获了几百名罪犯 原先我俩见面 必是剑拔奴长 今天我们非常和谐的 待在一起 亲切的握手 是道德的光芒 冲开了我们之间的黑暗 他也必将能冲开 所有违法犯罪分子的黑暗 我代表 我和全国近两百万人民警察 向您真诚的敬礼 这说明我们违法犯罪的人 只要学习传统文化 警察统治 他会赞叹和理解我们 也希望我们能尽量躲对那些 英语言违法的犯罪人员的 多做一些教育工作 人家是卖技术 人家是卖学员 我们不卖命令吗 你太贱了 背贱了 没意思啊 逢身上不疼吗 疼啊 这 我这个五十岁 坐了二十年零六个月老 人十五岁之前不明白事 去掉十五年我生三十五岁 三十五岁去掉二十年零六个月 什么的啦 人生的大好时光 如果以前我要知道有这条路 包括我的两个弟弟 包括我们大连的沈阳的安善 所有这些社会员 要知道有这个路走 我想谁都不去犯罪 清朝有一个法律 叫欧父母者 脏毙 什么意思 就是你要打父母了 会用法律 会用棒的给你活活打死 让你的脑脚的给你打出来 我没有打我的妈妈 可是我给我的家族 给我的妈妈 造成了这么大的灾难 我该怎么死 如果一定要我死 我自己选择跳游我 你害了谁 怎么能害了自己的母亲 自己的弟弟 自己的亲人 那么我这样的 这样对待我的母亲 对待我的家人 我该是什么罪啊 如果判断我 下游过 我自己往里跳 这些事情 胜于便打 每一天 我再想到这里时候 还撞什么 姐妹啊 自己的亲人 都喊得这么长 我每一天在我那个基地 我看到天上那个白鹿鸟 在我的山上盘旋 我看到红红毛主 我看到我们那个小桥下流水 我不是神 但是我过到险的生活 因为险字就是大泪儿 沿在山上生活和学习 我确实感到天 鲜的生活了 我每一天站在我的山上 我就感觉到 我跟天地 天一合一的感觉 那种寂静 太舒服了 我才感觉到 这个传统文化叫人 过了这么幸福的生活 这一个小草 我炒得这么高兴 这草太高兴了 如果有可能 我愿意让犯罪的人 少一个 我们传统文化 多一个 招文到 虚实则已 今年我五十岁了 我愿意用我的 游生之年 做一件对国家 对社会 对我的家族 有异的事 孝敬奖 立正行道 扬名于后世 以显父母 孝之忠也 我这辈子 给社会危害 给家里在那 没干好事 那么说 我从现在开始 做点好事 也体现了我的 隐省价值 也抱一抱国家 不杀之认 五轮里面有一个 君臣有义 就是领导 说的话 被领导的 必须听 你不管理解不理解 你做的 你得听 我想到了这个 我说好 听了 这个事过去之后 仙长 给我 鞠了三个躬 就三个字 君臣有义 我按着做了 就受到了 这么大的效果 这三个字 叫我避免了 一次牢狱之灾 避免了一次灾难 同时我又 就我如果没有学习传统文化 人家县长给我敬礼 我给人敬礼 人家不打扰我 给我说 你是学传统文化的老师 够 我替村民 给你道歉 传统文化 伟大 魅力无求 改变人家命运 突然间有一天呢 我感觉到啊 我妈妈啊 她自言自语地说话 我这个进屋一瞅 这个没有人 她自己和自己说话 我就寻思 我说她自己在唠了什么呢 我仔细一瞅 她身边有两个布娃娃 就是小孩玩那个布娃娃 我寻思这个八十岁老太太 她拿布娃娃干什么呢 突然间有一天 我知道了 她拿两个布娃娃 当我的去世的两个弟弟了 白天 她要跟两个儿子 两个布娃娃 落上几句 晚上她要 又两个布娃娃 陪她老人家 身边睡觉 那个 我 我杀的那个人呢 她的太太 我放的时候 一下看到我了 说 一下给我拽住了 说 你可把我们家啊 害苦了 我老公的妈妈 我老公被你杀了 我老公的妈妈 想儿子 第二年就想死了 我的孩子 现在三十多岁 现在老苦 老落泪 不说话 像个姑娘 这孩子一生完了 我在想 我认为什么 把人家害得这么苦 因为创下肩膀 就是没有学习传统文化 给我自己害了 给人家害了 给我的家人害了 我认为我的家人 和我害你 做忏悔 我去给我的亲人 我的太太 我的孩子 我的弟弟 我的妈妈 妈妈害死的害死 害死的害死 害惨的害惨 让我的妈妈 白法人送黑法人 中年上父 老年上子 不爱欺击而爱他人 而为之 贝德 我连自己的父母 家人都如此的残害 我在社会上 跟这帮弟兄讲义气 那是假的 这个义气是 用钱来做基础的 有利益在义气 每次想到这里的时候 我就感觉到啊 就像有一双无形的手 在捏着我的心 自责自情 胜于便拿 请允许我 给我的家人 和我被害的人 做忏悔 我们很多观众啊 对传统文化不了解 了解了之后呢 没有信心 那么我们向大家提一个问题 在全世界 哪一个国家 警察会给黑社会的老大 死刑犯 鞠躬敬礼 向他表示感谢 大家看看网上 看看报纸 看看电视 全世界哪一个国家 能够做到 我们今天呢 给世人 做出了一个榜样 在我们中国 做到了 现在全世界啊 都在寻找和谐 每一个城市啊 都在化解冲突 都想找到啊 这个台上我们的这个 理想 就是和谐 这三位呢 是活生生的 从生活当中啊 走上台来的 他们的人生呢 有血 有泪 有爱 有恨 但是我们看到了什么呢 我们记住了什么呢 传统文化 我们老祖宗的教导 宇宙人生的自然规律 真理 把他们改变了 把警察和罪人 变成了什么呢 变成了同胞 变成了朋友 他们之间 不再是对立冲突 怨恨 仇恨 而是什么呢 而是爱和感恩 一场论坛 就可以达到这个效果 所以很多人缺乏信心 缺乏了解 各位看看 这就是证明 我们上一次啊 在唐山做论坛 有一位八十多岁的老艺术家叫洪颖 他发了一个感慨 他说我们的领袖 我们的国家 号召啊 弘扬传统文化 没想到 这样一座论坛呢 这样一场论坛呢 比一座监狱的力量啊 不在意下 听了之后 大家知道这么一场论坛呢 花不了多少钱 全世界 每一个国家 每一个民族 每一个地区 修建监狱要多少钱 配备警力 配备这些武器装备 要多少钱 所以老祖宗告诉我们 和谐的那个和 最重要 怎么达到呢 就是教育 我们刚才看到啊 当时在去年九月份 也是我们这个团队呢 到了府顺 当时呢 他还在黑道上混 虽然已经五十岁了 恶习难改 没有听到过这些东西 他准备怎么办呢 他刚才说了 准备干几桩大的 我们一般人都听得懂 不是杀人 就是重大的刑事案件要发生 多少悲剧 又要在那个地区上演 这个国家 很多的家庭都要受害 就在那个时候 他去找到了 原来的好朋友赵总 那么赵总给他的是什么呢 不是枪 是一场论坛的门票 就是传统文化论坛的门票 这一张门票 各位 这一张门票是免费的 是免费的 这一张门票 让我们康金丽 康二哥 彻底的放下屠刀 走上了舞台 改变了命运 趋吉避凶 我们在开场 昨天的时候 跟大家汇报过 学习传统文化 对这个社会 对你的家庭 对你的人生 到底有什么好处 我们现在看到了 趋吉避凶 他做到了 不是两年之后 几天之后就被人杀死 被枪毙 这个灾难 免掉了 趋吉避凶实现了 他现在很吉祥 比我们现在还要健康 他生活的地方 那令人向往 趋吉避凶实现了 改变命运 他实现了 这两点不是梦想 真能实现的 一场论坛的力量 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 那么现在我们做一个采访 为什么当时您给他的 不是枪 不是刀 不是犯罪的 需要的那些钱 而是一张传统文化的门票 为什么 当时我也是接触到传统文化 因为我也是受力者 我曾经也不是个好人 那个也是 未学传统文化呢 之前呢 也受了很多的苦 得到了传统文化的 第一处 所以呢 二哥当时知道我在深圳呢 后来做得不错 他就去找到我 找到我 他的目的呢 他就要让我帮他 帮他的目的就是说 因为我也不干以前的事了 他说那你帮帮我 找一条路 我在这边 比方说 他的意思可能是 或者贩毒啊 或者搞几件大案呢 弄点枪什么的 因为我明白了这个道理 传统文化呢 教会了很多道理 我明白了 首先 我觉得康二哥呢 是非常孝顺这个人 是非常讲义气的人 因为他能信到我呢 他求到我 那么我就应该把我 知道的好的东西告诉他 我就说 首先你要孝敬你的父母 你四弟也不在了 五弟也不在了 老妈妈一个人 我说你陪他一年 一年的时间你行孝 因为学传统文化 从孝着起 你孝能赶天动地 我也相信传统文化呢 你也行着孝 你会想得到的东西 一定能得到 我说我请求你 听一次论坛 所以我就说 你在你妈妈身边 你一年 如果这一年呢 你的收入没有 如果比你以前的一年的 收入少的话 我说呢 你所有的损失 我不给你 或者我说 不仅拯救了他 拯救了他们全家 而且呢 让他打算 去做的那些大案 没有发生 多少个家庭得救了 那个城市 那个地区得救了 我们的国家又少受了很多 这种折磨 少受了很多这种污染 所以说 我们今天来看 放眼来看全世界 哪一个地方 哪一个地区 能有这么大的力量 这么好的方法 能够在很短的时间 就真正的实现和谐 只有我们中华民族 他们家族没有任何背景 普通的百姓 没有任何官方的关系 也没多少钱 但是他们举办了一场 向共和国献礼的 辅顺是从见世以来的 第一场传统文化论坛 一直到半年多的时间 在当地影响很大 很多人都受益得救 有人就提了一个问题 为什么这么一个普通的家庭 他们怎么就能办成这么大的 功德无量 造福一方 救很多罪人于水火的 这么一个大好事呢 因为我老爷是原来凤军 就是说的老凤军的 骑兵帝国的旅党 正好赶在抗日的时候呢 我老爷就自己组织军队 跟日本去抗日 最后我日本的响乐大将 在照响他的时候 我作为中国军人 他自杀了 是张学良的一个把劲地 所以我们家的祖上 这个祖上有德 才给我们的子孙 留下到老经典的福报 谢谢大家 他们的外公就是老爷 是张学良的把兄弟 是抗日的民族英雄 日本人把他们包围起来之后 他的老爷对着日本人讲 誓死不做亡国奴 开枪自杀 杀身成人 为国尽忠尽孝 是真正的抗日英雄 真正的民族英雄 现在呢 这个老人家的这个灵位啊 还供奉在台湾 忠烈祠 享受祭祀 所以说古书上讲 积善之家必有于庆 积恶之家必有于恙 这周易上讲的话 易经上 这个是真理 所以我们今天给子孙后代啊 一流钱财 一流凶财 那会害了他们 如果你为国尽忠尽孝 你在世的时候啊 作为父母长辈 是孝涕中信 礼义廉耻 仁爱和平 给世界带来的是和谐 你的子孙呢 一定能够受益 不管是过了多少代 他们虽然作恶 也能够受益 为什么呢 这是真理 所以 所以说今天这一堂课呀 我们真的是受益匪浅 增长了极大的信心 赵总的一张票 从他这开始起 大家看到 一个两个三个得救了 那么他们又上台来讲 一看 说这么恶的人都能改好 他就有信心了 所以他们真的是能够啊 救人无数 一张门票 始至于赵总的手里 但是开花结果是全天下 也许有一天将来 美国的犯罪分子 美国的警察看了之后 也会觉悟 要学中国的传统文化 他们就能够啊 救世界了 我们再一次啊 感恩他们 好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康二哥和汇报团的老师们 在监狱里汇报之后 会收到犯人们的来信 这就是其中的一封 他说 我是一名正在服刑的人员 因故意杀人罪 于2001年被判处死缓 现在服刑改造 曾经我是一名 风华正茂的大学生 从小到大 我的学习成绩都很好 从重点初中到重点高中 又以总分612分的高考成绩 考入全国药学类高等学校之一的 沈阳药科大学 可以说 我一直是个好孩子 好学生 是父母的骄傲 是他们人生的希望 可是这一切都在一夜之中回去 由于和他人的一点矛盾 我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夺去了一个人的生命 酿成大错 从天之交子成为了阶下囚 我感受到法律的无情 心里一直对他人的过错耿耿于怀 认为是他毁去了我的一生 父母得知他们唯一的孩子成了杀人犯 三天三夜都没合眼 真是好像一把刀插进了他们的心里 几天的时间老了十岁 看到一叶白发的父母 我的心如刀脚 他们善良的一生 却要承受如此打击 这些都让我的心中充满了恨 恨着命运的不公 入坚改造这十年来 我的心里从未平静过 我亲手杀了一个人 可是我却从未后悔过 一直觉得错不在我 怨恨天道不公 父母在外边生活困顿 还有我遭遇的所有不顺心的事 都在加深我心中的恨 如果一直这样下去 我真的不知道将来会怎样 我陷在苦海之中无法自拔 这一切在我听了你们的汇报之后 发生了改变 感觉好像一缕阳光 穿透了重重迷雾 一下照亮了我的心底 让我的心中第一次产生了忏悔 想到自己对他人 对自己的亲人造成的伤害 真是惭愧不已 在此之前 我一直怨天尤人 从未想过自己的灾难根源在哪里 我亲手夺去了一个生命 却没有一点愧疚 我让深爱我的父母遭受痛苦 毁去了他们的人生希望 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 传统文化可以解答我心中的迷惑 可以拯救我脱离心灵的苦海 我非常地希望深入地学习传统文化 如果有可能 我愿意一直学习下去 为了忏悔我的罪行 我愿用自己的余生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所以我请求命运 让我实现愿望 给我一个向善的机会 现在给我们写来信件的观众特别多 其中有一封是这样的 是智取微虎山的样板戏 大家都知道 智取微虎山的唱词 这个里面表达了对传统文化的心声 对传统文化呢 对老师们呢 大家是真的是盼望已久 他这个唱词是这么唱的 早也盼晚也盼 好像是李永奇的唱段 真是我们盼望得 救星来了吗 他这里边还有解释 打土匪呢 就是打我们自己的恶习 打我们的烦恼习气 进深山呢 就进到我们的内心里边去 救穷人 对 谢谢 他这个讲救歌词是 唱词是救穷人 就是现在人呢 虽然有钱 但是特别的贫穷 贫穷到只剩下钱了 所以救这些穷人 脱苦难 自己的队伍来到眼前 就是看到了这些传统文化老师们 亲人呢 亲人呢 我不该青红不分 皂白不变 我不该将亲人当作仇敌 就是过去这些人 看不起这些 学传统文化的老师们 把他们当成啊 仇敌 羞愧难言 下边的歌词很重要 三十年坐牛马 这原来唱词就是这话 谁来唱呢 就是上午给我们做报告 在监狱里待了二十多年的康二哥 来有请 这个唱词啊 真的就像啊 这个是六七十年代的唱词 谢谢 来来来有请 这个这个几十年前的唱词啊 没想到在今天呢 康二哥当年呢 在监狱里边呢 经常来唱这个 知雪月虎山的这段唱词 在监狱里经常唱 他没想 做梦也没想到啊 他这一辈子 这一生 会成为传统文化的老师 会在台上啊 给全国的观众们来唱这段歌词 所以这封 这个写上来的信 就是他写的 我接着给大家念这个唱词 三十年坐牛马 坐牛马 就是他自己过去 打打杀杀 在黑道上啊 这是畜生不如 扶着这条条的伤痕 处处的伤疤 那个时候完全是弧度的 就像现在还有很多年轻人一样 想这个看电影啊 想加入黑社会啊 身上这个刀伤啊 那么康二哥身上的刀伤六十多处 缝了四百多针 我们的摄像机可以拍一下 对 对看一下这个 对 这个是 他这个身上很多 这样的地方 受伤的啊 那么这个唱词就是这样 扶着这条条的伤痕 处处伤疤 我强压怒火 挣扎在无底的深渊 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那种日子呀 不是人的那种日子呀 过得非常的苦 所以他用这个歌词写的 就是挣扎 无底的深渊 乡亲们 切齿怒向 微虎山 这个解释呢 就是说压在我们头上的 三座大山 这三座大山 就是微虎山 什么意思呢 不孝顺 不仁义 不厚道 就是不仁不义 不孝 这三座大山 只说是苦海里 无暗无边 谁料想 铁树开花 苦仔发芽 大家看到铁树开花 真的是 五十岁了 康二哥五十岁 第一次 真的是 铁树好像也是五十年开花 就在今天 水流墙 铁树开花 不知八年 尽在今天 把风筝我干净 风缠荡 把风不浪长 不管是水里走 火里钻 本阵水过夜心 干总也我千难 你万一千 早听那 微虎山 我一马当仙 我一马当仙 这个二哥呢 真的是千里马 是吧 那么 二哥都是千里马 那么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 这个天下 有没有恶人呢 没有恶人 为什么呢 大家想一想 为什么呢 古圣先贤 教给我们 人是教的好的 没有坏人 就看你会不会教 超野盘 晚野盘 盘窗望双眼 正直到今日里 大土匪进深山 旧穷人脱苦难 自己的队伍来到面前 爱情红不分 爱情红不分 大土匪进深山 当仙的凶悔难 天 三十年 昨年 昨年五毛天 不变 不足热调 调伤恨处处 无伤把我抢 要怒火挣扎台湖的深渊 何愿 相亲们 悲愤难输愁 何愿 相亲们 七次怒相 为护山 只说是苦 无岁月 无病 无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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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要想 贴主开夸 裤子 烦 呀 就在今天 从此我更顶 共产党 把胡郎斩 不管是谁的肉 或利专 粉丝水骨也心肝 终有那千安 一万千 少平那 为护山 为马 啊 当千 再一次感恩康二哥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一进攻 二进攻 三进攻 甚至五进攻 是什么原因 让他们不断的违法犯罪 这么多年 我始终在想 有没有一个什么方法 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在上个月之前呢 我闻到了传统文化 并且把这个海南监狱普及传统文化 和我们这个中华传统文化的光碟啊 拿给我们领导 这是从未有过的真情流 这是发自内心的真诚忏悔 从昔日无知的浪子 到今日追悔的求者 是什么 敲开了他们姐弟的心门 又是什么 唤醒了他们泯灭的爱 与良知 迟来的爱 这些情景 发生在海口监狱的亲情邦教会上 许多服刑人员 在这次会上 真诚地忏悔着自己的过去 他们用这种方式表达着 对亲人和警官的歉意与感激 这个目光中充满关切的人 叫张发 是海南省司法厅的副厅长 他始终关注着每个人的表情和变化 因为这一切都跟他有着解不开的缘 从昔日无知的浪子 到今天忏悔的囚徒 究竟是什么 使他们发生了如此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呢 说起其中的缘缘 还要回到两年前 2006年4月 海南省监狱系统做出了一个许多人都难以理解的决定 在监狱中开展传统文化教育 一个人犯罪 说到底是在起心动念处出现的问题 从现象上看 在行为触犯了法律 但是根源在于他思想道德这块 早早都埋下了祸根 任何一种制度和法律的后面都有一个比他更高的一种东西来支撑他 那么我们认为 法律的背后是道德 光强的法治教育也是必要的 但是啊 论理道德的缺失 这是资本的问题 缺德就要不得 不过 这是个大胆而又冒险的想法 想法刚一提出 张法就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质疑和阻力 五千多年了 能行吗 尽管仍有许多人在怀疑和观望 但是不久之后 在司法庭领导的支持下 这个想法很快就在海口监狱开始了事情 而被甄选出来的教材 则是这本名叫《弟子归》的小册子 我整个人就崩溃了 以前的那个思想完全就崩塌了 在监狱里 像赖鸣韬这样 在亲情的促动下 产生忏悔之心的服刑人员不在少数 而监狱也正试图通过禁校这样一种形式 让服刑人员去体会弟子归中的人民思想 并将校道作为出发点和突破口 其目的就是从最基本的 做人做子女的道理开始 重新挖掘 找回服刑人员本性中被掩埋的爱与良知 我们中华民族就是讲 校就是整个道德的根本 你在家里连父母都不孝顺不爱的人 你说我要爱别人 这个是没有基础的 没有根的一句话 真正的校呢 应该说是一种让父母放心 宽心 那对你平时没人处事呢 认可 我们误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 就是教育者首先受教育 这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 监狱决策森做出的又一个大胆决定 这个决定不但让所有的人吃惊 更让大家不理解 尤其是那些普通民警 教育者先受教育 这意味着 警官们不但要和服刑人员一样 学习传统文化 还要身体力行 成为他们的行为表率 而这在以往的监狱改造工作中 从未有过 其实在这个决定背后 还隐含着监狱决策层的另一个深思和认识 道德教育不是知识教育 也不是政治教育 道德教育的特点 应当是用教育者的身教来带动 很多的民警对这个问题上有一点这个 一时转不过来弯 转不过来弯的人中 也包括时任监区长的万家乐 对于身边如火如荼的传统文化教育 万家乐始终没太在意 直到有一天 他被派往安徽卢江去参加传统文化的学习 短短几天的学习 万江乐内心深受触动 换回监狱后 他召开了一个座堂会 在他的带动下 监区的卫生和秩序渐渐有了明显的好转 用我的这种身教 我的榜样来让你看 那么效果是什么呢 从那以后开始 这个监区一个源头都没有 2007年9月4日 海口监狱举行了一场 以孝道为主题的文艺晚会 这名表演者吴某 原是海南省某县的县委书记 因受贿罪被判入狱十三年 这个几十年来几乎都是我母亲嫂的 不知什么时候 吴某觉得身后有些异样 当他回头看去 他竟愣住 原来明昧的母亲正在门口望着他 眼里充满了泪水 母子俩相互凝视了半天 谁也没开口 但吴某却惊讶的发现 母亲的眼神里有着一种从未有过的疑惑 和激动 他觉得这可能是孩子的一份笑心 而且这份笑心是以前没有表露过的 是从监狱带回来的一份笑心 一件小事竟会引起母亲如此的反应 乌某颇感意外 此后每每回想起那一幕 他都会为自己给母亲带来的伤害而内疚和自责 而他的亲情之爱也就此被彻底激发出来 传统文化推行一年后 更多的服刑人员和警官身上 发生了令人惊奇的变化 传统文化在监狱改造中 产生出了超乎寻常的力量 可以让我以后出去 不会再触犯刑罚 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两个多月下来 成效非常显著 老教人员看了光碟之后 泪流满面 反响非常强烈 其中有一个老教人员 已经是武进宫的人员 曾经是社会上的黑社会 吸毒 打仗 斗殴 收保护费 无了不做 贩毒 这样一个人员 竟能在我们现身说法 他能够自己制逆一个题目 是什么呢 弟子龟改变了我一生 他的演讲啊 得到了社会的影响非常强烈 有媒体对他进行了采访 上了我们当地的报纸 还有一个犯人 前些时候 找到我 说炒干啥 我要把我的所有的回家的路费 捐出来 我说捐出来干什么呢 捐出来印弟子龟 印传统文化的光碟 发给每个老教人员 我说你把路费捐出来 你怎么回家 他说炒干啥 我这事宁可走回家 我也不会偷一盆钱 前天到他解教的日子 我把他叫过来 我给他拿了路费 我说我不能让你走回去 你这一念决心 就能证明你会改得好的 听了两位康老师的回报 我们得到了一个启发 是什么呢 就是人是能够教育好的 人是能够改得好的 犯罪的人 违法犯罪的人 在恶的人 都是能够改得好的 谢谢大家 作为一个警察呀 我有一个心愿 我就是希望这个传统文化 能够在全国普及 甚至在全世界普及 让那些未犯法的人 准备犯法的人 犯过法的人 能够早一天接触传统文化 早一天做社会有益的人 早一天做传统文化的老师 最后啊 我要把老子的一句格言 送给大家 人为善 辅随未至 祸以远离 人为恶 祸随未至 辅以远离 今天呢 青少年犯罪 在与日俱正 每年都在翻翻 都在增加 那么是什么原因 让我们的青少年犯罪这么多呢 原因就是 他们接受的教育 他们生活的环境 造成了他们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我们今天 大家看一看 网络 电视 所宣传的都是什么呢 都是暴力 都是凶杀 都是社情 我们如果不教育好自己的孩子 网络 电视 就会教育我们的孩子 让每个犯人解教的时候 我都送出一本弟子规 送出一套论坛的光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剑不露 月复剑 猴气随 踏无悦 学好弟子规 做好中国人 老师您好 还不知道老师您的贵姓 您先自我介绍一下好吗 来 先请 我姓赵 叫赵贤杰 来自辽宁府 今年28岁 你想跟在座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说点什么呢 这次是我第二次参加中国传统教育讲座 第一次在福顺 讲座之前 我曾经 进过监狱 在十 十三年前 我十六岁时候 八十五岁 八十五岁 在那之前 我十五岁时候就不上学了 整天去过外面 有种好闲 和看电影 去鼓掌 挨个外面混 开打仗 那收保护费什么的挣钱 然后十六岁的时候就 手中一点给你打死了 然后怕了十五年 去年刚回来 我回来以后呢 就接触上这些社会上的朋友 还继续在外面玩 喝酒 吸毒什么的 完了 自从去年 自从今年我接触上地主规以后 复顺的论坛 接触上以后呢 我就跟这些朋友已经全 专业联系了 我 这是第二回听 我也是听了 听晚的课 每次听我都听 深含我的心 尤其是台下座的康 康二哥 本来是福春妍 我们 我也知道 我也听说过你 康二哥 康二哥 在我们心里也可以说 所谓的前辈 我们曾经向往过那种生活 但是现在 今天 我前天听到康二哥的自己的 被 忏悔以后 我真真深深地感觉到 我正应该上台和 被我伤害过的人忏悔 我希望 台下如果有跟我同样经历的人 也不要 害怕 不要担心前面的路那么走 只要 跟随着 传统文化的 古 古深深深的脚步 就一定能改好 谢谢 谢谢您 谢谢 大家看到了 就是一场传统文化的力量 就是一个 进了监狱 十五年 二十年 甚至在枪口底下 走出来的人 就这样回头了 这位老师提到的 这个辅顺论坛的这个主办方呢 其实就是我们的康金利总裁 康总请您 站起来给他 康金胜 康金胜总裁 您好 那个康总呢 呃 在辅顺呢 举办了这个 两天的传统文化论坛 在当地呢 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这一场论坛呢 拯救了非常非常多的家庭和人 所以说呢 呃 我又想起了这个 唐山的这个 著名的平剧表演艺术家 呃 红颖老师的那句话 我们一场传统文化论坛的力量 真的比一个老教所的力量都大 他希望啊 这样的论坛呢 能够多多的举办 走进乡村 走进城市 走进老教所 走进监狱 那么我们也希望呢 老人家的心愿能够早一天的实现 再次感恩你们 再次谢谢 轻轻地捧着你的脸 为你把眼泪操干 这颗心永远属于你 告诉我 不在乎他 想要轻轻地握住你的脸 盛声地凝望你的脸 靠近的握住你的脸 不需要更多的脸 不需要更多的脸 靠近的握住你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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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我们不欢乐 我们不忍受 我们怀着同样的期待 我们不风雨 我们不吹枪 我们争存同一样一样 无论你我何从相识 无论在眼前在天边 珍惜地为你祝愿 祝愿地幸福平衡 优优独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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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放